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8,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啦,我們今晚的題目,可以說是栽談麥田圈 我們上次也說說,原來在地球上,麥田圈出現的次數是差不多過萬 每年有800個麥田圈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最早期是1972年左右,在英國第一次被發現 當然麥田圈出現,令到我們地球上很多人都很困惑 到底麥田圈為什麼會出現呢? 很多機構、團體,包括英國的軍方 甚至乎我們上次也說到,那個梵蒂岡 都企圖想盡辦法,想證實麥田圈是假的,是人為的事 好啦,今天很高興,我們又請回Kerson Show Kerson在追求超智營的研究,他十歲已經開始了 我們其他的主持人,李永康和金永賢都今晚再次和我們一起探討這個問題 自從上次我們講過之後,希望大家有機會去看看我們網上有關的資料 有關的片段 因為很多時候,如果大家完全沒看過麥田圈到底是一回什麼事 有時候你講起來,你都可能都不是很動慾 我們講的是,在一個稻田上面,現在所看到的圖案是越來越複雜的 而且不是只是小物,其實很多其他穀物的地方 不同的植物都出現了這些圖案 我們上次也開始提及,其實麥田圈的圖形是越來越複雜的 甚至乎有一次,我們地球已經有多方面的企圖 當時麥田圈的出現,果然在那段時間是沉靜了下來的 但突然間有一個麥田圈出現了 麥田圈跟過往的麥田圈是不同的 但有一個很有趣的訊息 這個訊息,當時科學家研究出現了 就說那個訊息是什麼呢? 是用了一股拉丁文說到 我反對人造與虛假的 即是說,他們看到我們人類企圖 即是說麥田圈是假事的 是人造的 混淆了他 我們知道麥田圈很明顯是給地球人一些訊息 過去那麼多年來,麥田圈的比東有什麼訊息呢? Carson,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他曾試過把一個新的知識帶到大學 一個科學家叫做數學家,霍金斯 他在無意中看麥田圈的時候 就發覺很合乎一種叫全飲街比例 就發覺那些圓圈大小的比例是 剛剛跟他老婆學琴的琴鍵每聲音兩個音 就會有一個特定的比例 可能這個白色琴鍵到下一個呢 可能是五分四啊 再到下一個是三分二的 他就發覺很有趣 也發覺大部分都是這樣 他就發覺這個不是一個偶然 他再深入研究 他發覺在麥田圈的圖形裡 他發現了一個新的幾何定理 在之前的大學 只有三條的幾何定理 他就發現了第四個 他就鋪了出來 跟科學界去說 當然有些科學界去評擊他 就說這些 逢身中學生有高中程度的都會看到 他就為了證明這個不是 你看到就容易 但你要可以發明到新的幾何定理 是很難的 他就在兩本雜誌 其中一本是科學雜誌 另一本是數學雜誌 他就要求所有讀者 去嘗試在一個三個不同的麥田圈 包含了三個幾何定理 就已經是原有的了 而引伸去試試 可不可以找到第四個麥田圈裡面的定理 發覺沒有一個讀者是可以答到答案的 再一次證明到 這個製造麥田圈的這種生命體 其實是超越了人類的智慧 以及教了人類的新的東西 在當時這個圖案 之後是成為了大學教材 也因為引伸到這四個幾何定理 現在是知道了有第五個 其實再一次證明了 其實他是在推動人類的知識上的進步 我想問問 有個新的幾何定理 跟人類知識的進步有什麼分別呢? 還有我還要再問多一點 就是 麥田圈都有個進化 又簡單又複雜呢? 那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他由初期出現麥田圈 所帶的信息去到現在 帶出來的信息的進化過程是怎樣呢? 他由最開始有一些很簡單的圓圈 就是說一些數學上的東西 開始慢慢又牽涉一些天文上的東西 甚至一些占星上的東西 還有很多時候 他裡面的圖案 都有一個 經常都提到一個黃金比例 就是一個1.618 即逢讀建築 或者一些生物學 一些天然的漩渦的比例 都有關於那件事 再去後一點 有一些關於宗教上的東西 甚至一些數學上的微跡分 牽涉很多不同的範疇 有時候去到一些光頻 星頻 磁頻 其實牽涉了很多不同的範疇 就是每一個專門的科學家 可能你會隔無意中看到 你會令到在你那方面有一個新的突破 或者一些新的提點 那不同範疇都有 可能剛才你說的 那可能幾何定理有些什麼影響 那我不熟悉 但我會發覺可能他會 一些建築上的東西 又或者一些甚至圖形上的東西 那試過在傳聞裡面 有一個很複雜的幾何圖案裡面 牽涉到一個引擎的擺位 或者一些新的科技 那傳聞裡面 因為這個科技 這個圖案 有些科學家 特別是一些軍方 發明了一些反重力的裝置 那如果裡面有牽涉到那麼多東西 可能關於醫療 可能關於免費能源 甚至一些關於宗教上的圖案 而很多時候這些宗教上的圖案 既然這群超越人類的生物 他們有這麼多不同的知識 先進的知識 想教我們 為什麼他們這麼轉接 就是要在一個這麼煩的方法 去在墨田裡做這麼多圖案 大家不懂 就送一本菜單給我們 就可以了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如果你研究得多 你發覺 他們很厲害 他們發覺 用符號 或者用數字 是最能夠 是直接 有一個答案 而那樣東西是需要你去追尋 你去找 因為引導了你去找的時候 你才會更加有一個知識上的進步 而不是純粹我告訴你 聽你才知道 因為你要慢慢自己去學 那為什麼我會講到這樣的訊息 就是很多時候是關於 一定要牽涉到 你要很open mind 你要相信有一樣東西 叫做通靈 當然不是像我們中國 可能是問米 反了眼 在外國的通靈 很多時候 可能他經過一些小小的催眠 他進入一個很深的意識狀態 他突然說一些東西 是超乎我們想像的 那當然 那些專家 就不會只是說 你說我就相信 他是選一些很有證據的 譬如怎樣 那個 Psycic 他是在一些墨田圈 未出現之前的一個星期 他就已經收到訊息 就說了給專家聽 大概會在哪個地方 出現什麼類似的圖案 而他甚至說到那個圖案裡面 是包含了什麼意思的 而那些意思 很多時候的知識上的東西 是一些最專門的科學家 在一些最頂尖的研究裡面 他才會知道的 那這些很多時候 這些所謂Psycic 他們可能是一些中學程度的 一些普通的女人 那些是不可能他知道的 而裡面很多時候說的東西 的確是令到我們整個人類的文明 甚至是科技 是我們進步了 只不過是我們普通的普羅大眾 我們是不知道或者不理解的原因而已 齊青 李永康提出這個問題 那如果你是外星人 或者你是超自然的高智慧的生物體 那你想放這個訊息給我們 那你會怎樣 是否整個英文的menu 日文的menu 中文的menu 你怎樣放的 你怎樣放的 而且他能夠高等過我們現有的人類 你試想一下 如果我們這個technology的人類 讓你回到越居時代 你猜那些越居時代的人 怎樣對待你 反過來這樣說 你還有怎樣想到更直接 更清晰的方法 如果有個人 他是超越了我們 如果他來到你面前 把一本東西給你 那你拿著一本東西 那你怎樣跟世界人說 可能我會放在一邊 不是放在一邊 你真是驚恐 你見到外星人這樣給你 或者是 我們這些 超越你這個現有地球的technology 那他怎樣給你 你會害怕的 如果他有這麼高科技 在互聯網 都給了我們 那你怎麼那麼煩 那我想 外星人網站 我想我們用我們自己 用地球人的意識去思考 那在他們的訊息講到 其實這一班做墨田圈的生命體 其實是一班第二個空間來的 第二個空間來的智慧生命體 以及一些外星人 是合作去做的 有些可能是 跟某個星 我當譬如 跟天狼星的人 就是負責合作 我們做一些關於物理上 或者科技上的東西 一些靈性上的東西 可能是跟一些七姊妹 合作去做這些圖案 那 在很多不同的Psycic 他們 有很多是真確性的那些 他們有個很一致的 大概的說法 都是這樣 所以 我們有時候會 要用一個超越 我們本身 人類的意識 或者想法去思考 就是 他做這些圖案 其實 是在引導你去 慢慢找到真相 而是好過 我純粹告訴你 你不知道自己怎麼去找 我知道 其實這個是 learning theory 就是學習的過程 反而你不是結果重要 而是學習的過程 才重要 是的 我知道明白 是的 還有很多圖案 是曾經試過講DNA的 他好像有 我們那個 好像預告了 我們人類的DNA的轉變 他由最初 就是兩條trend 到了那年 大概一兩個月 他有一個DNA 是三條trend 然後 他做了三條trend 就變成九條trend 在一個叫 Berenda Fox 博士的研究 他是一個在1980年代 他收集了很多人類的血液的樣本 他就發覺人類 又開始有些人 慢慢的DNA 是有些染變 是由兩條變成三條的 還有一些 可能叫Indigo的研究 好像我之前說的 叫聲童 類似那些超致兒童 或者有些 他們那個生出來 有一種特異功能 甚至可能沒有什麼特異功能 但只是可能在某方面 藝術上面 數學方面 音樂方面 很有突破的那些 他們發覺 看回他們的DNA 都看到 那個DNA是不同了 有些是多了一條trend 那也都試過做實驗 發覺他們有一些病 甚至外資 對他們說 他們是免疫的 好像在提醒我們 人類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我們人類其實是一個進化期 還有很多圖案 一些關於天文上的 一些星體的圖案 還有一些 另外一些圖案 就是經常都在說2012 因為很多天文的圖案 在之前 做了一個圖案 NASA的研究 去看回星圖的排位 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2012年的12月21日 那也都曾經在 大概不知道 我忘記了九幾年 出現了一個 當時最大的墨田圈 是後來一些專家去解釋 就是發覺原來的墨田圈 是很合乎馬雅裡面 那個其中一個歷法 也都曾經有一個圖案 是馬雅歷法的圖案 加上那些通靈訊息 其實都是說 我們人類現在是 在經歷一個很大的轉變 而最重要的是 人類如何去提升這個意識 是可以進化到 那這個可能是一個 第二個空間的 生命體和外星人 最想現在可以幫到地球人做的事情 還有 他有很多時候說的音頻 譬如 之前有一本書 叫做Hidden Message in Water 是一個Dr. Emoto 江本聖先生 他不是做一些關於水的實驗 他就發覺原來你不同的意識 去比一些水 而那些水的結晶分子是不同了的 還有六角形的結晶體 是可以用我們的意念的影響 一個頻率的影響 是把水的結晶 起碼表現出來的結晶體 六角形的結晶體 是出現的 他的發現是非常具影響力的 因為我們經常說 人的意識 人的意念 是會影響我們的宇宙 或者地球上很多方面的東西 但我們沒有具體的實物 可以顯示出來的 這位的Emoto先生 他在偶然之間 他研究一些水晶 在低溫的地方 形成水晶體的時候 原來不同的水 是有不同的水晶 是看得出來的 如果你詛咒那些水 那樣子會比較壞 是啊 看不到那個 那個六角形的 畫像很醜陋 其中有一個 譬如911 他拿了一張紙 寫著911 貼在那瓶水裡 然後把那瓶水 來看它的結晶體 就看到一個很怪 很醜陋的樣子 如果你觸覆那些水 其實跟同類療法的 理論都很相似 因為大家同類療法 始終某個程度上 都是一個迷 但現在大家想的方向 都是跟水的分子的形成 是有關的 大家都是在這方面去想的 是的 變成所有不同的東西 那些墨田圈 即是教不同的東西都好 其實都是在走一條 不同好像在走一個進化的路 提醒人類去找一些古代的智慧也好 找一些可能關於外星的東西也好 找一些關於能量上的東西 還有一些意識上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好像 或者在坊間 可能外面喊 偏向叫做New Age 但我覺得 名字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真實 還有很有用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還有很多時候 原來他講到 他為什麼會給這麼多墨田圈出來 他說一方面 他是很希望 可以給一些能量來地球 有一幅圖 很多時候他發覺 原來墨田圈出現的地方 下底是儲水層 就變成像剛才那個實驗那樣說 會不會其實那些能量就是給一些水 而那些水經過整個地層去浸蕩 那個能量是給地球 其實如果這樣引心回想 其實很吻合那些西極講的東西 還有一些圖案 他講很多關於神聖幾何 在一些伊斯蘭教 或者一些古代的經典裡面 經常提到這些神聖幾何 那這些神聖幾何 就經常講到 如果我們的人類是可以認識到這些神聖幾何 就等於認識了那個宇宙的世界 那如果在量子物理學來看 那所有不同的粒子 不同的質子 在圍著轉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圖形 其實就是那些幾何圖形 那這些關於古代的智慧 其實又很吻合我們最新的量子物理學裡面的研究 那還有一個 就是曾經出現那94年出現的一個圖案 是一個蜘蛛網狀的圖案 那這個網狀的圖案原來是說什麼呢 原來是北美的Hoppy族 或者一些非洲的寺廟 或者一些巫師的短像裡面 都有一個相同的圖案 那這個意思是說什麼呢 就是他們的宗教理念 就是這個圖形是說 宇宙是由聲音或者震動去組成的 那如果你有看到這些量子物理學的 現在說最新的理論 就是說所有物質都是由能量去震動組成的 那這樣東西是很吻合的 那其實在說 古代很多那些古代流下來的智慧 其實到它引申我們現在 是用這些最先進的科學 其實可以解釋一些以前這麼圓學上的東西 是啊 可以這樣說呢 就是高智慧的那些存在體 其實是貫穿了以前的文明 其實它也是在貫輸 提醒我們早期的文明 它們的成長呢 去到現在都沒有間斷的 沒有間斷的 曾經出現一個螞蟻的圖案 而那個螞蟻的錯誤也不知道是有什麼意思的 直到那個Psychic 有一個Psychic 他的通靈訊息 就說你根據那隻腳的指向 去找回那些地點 那些專家去找回那隻腳 那些全部螞蟻腳的指向 原來全部指向返英國一些石柱圈啊 一些古代石器時代的遺址 去去找的 那原來發覺找回那些地方呢 就 突然那些能量就飆高了很多 那些能量帶呢 原來在以前的石器時代呢 是被那些人做一些靜坐啊 或者做一些神聖的儀式啊 甚至是做一些治療的東西來的 那好像也是引導你 找回一些最古老 又最天然有效的東西去研究去用咯 是啊 那 關於這方面的東西是突然 由原本很科學的天文上的知識 或者數學上的知識 但是去到 去到 去到一些很深入的呢 甚至去到一些以前 就是 抹落了的宗教或者一些古代的智慧 那這些墨團圈的啟示呢 那他有沒有 講人類的 對於人類的那種勸告啊 或者那種未來的那種看法呢 會不會有的 有的 其實反而很接近 無論外星人啊 甚至一些通靈啊 或者外面有很多書呢 其實都是一些通靈書呢 其實很大部分一致都說 因為 接下來這幾年 人類呢 是有一個 整個環境 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而這種轉變 是一種人類的意識提升 也到這個世界呢 整個模式是會很大的不同 那 而最重要就是 那些人的意識 怎樣去進化 和改變一個生活的模式 因為我們現在的生活模式 已經是不可以這樣生存下去的了 我們一定要改變我們整個生活 甚至思維和價值觀的東西 那金融大海嘯是不是 都有個 預兆呢 好 那我們先休息數分鐘 再繼續數論今晚的講題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 3W.NATURAL.COM.HK 好啦 那我們回來繼續今晚的講題 就是關於神秘的墨田圈 我們都除了上一次 我們講過墨田圈的歷史 過程 有不同的機構 企圖就是想證實它是假現象 但最後我都看到了 墨田圈的圖案 給個訊息 似乎是配合有意思的 坊間有本書叫墨田圈密碼 這本書 Cudson認為是很值得去作為一個參考 因為始終這方面的資料很多 Cudson的經驗 很多書說的話大致上都是大同小異 但這本書似乎是有點突破性的 背後有個密碼 始終我們都說了 我們很實際的 香港出路是說的 其實最後最後有些什麼可以幫得到香港 或者幫得到人類呢 我們就開始 首先我們就開始看一下 那個過去的 由墨田圈裡面的訊息 我們其實得到一些什麼的資訊 當然我們最近香港全世界都很關注的 就是所謂金融海嘯 我都在過去不斷提醒大家 其實整個金融風暴的背後的原因 我相信不是因為有一群美國人買屋就是爛賬 如果香港一半人買屋爛賬 會不會全世界會崩潰呢 很明顯是完全不合理的 現在你看到這次20個國家的高峰會議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是只有一個講字的 具體有些什麼做得呢 看到做得的都是 每個國家都說 我會救市 我會救市 是吧 李永康 他是有經濟家的背景 他都看到 硬要拿些錢 政府給錢 來支撐銀行 令到銀行暫時不要倒閉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危險 背後始終問題的真相 都是不會被人知道的 也都在我們傳媒能夠接收到的 表面的資料 就說 因為美國的國家 好像布什總統都這麼說 因為我們過去就是 在監管方面 金融機構監管方面 銀行的監管方面 是疏發了 我們都想一下 美國銀行的監管疏發 英國銀行沒有 法國銀行沒有 歐洲銀行沒有 歐洲銀行沒有 冰島國家沒有 香港沒有 那有沒有搞錯 美國的銀行管理 都疏發了 全世界的經濟倒閉 大家會想一下 當然真正的原因 就不是我們所聽到的 整個問題 我們在過去的節目 都講過 最主要是我們整個經濟架構 貨幣基礎的問題 因為我們整個貨幣的基礎 是基礎於什麼 基礎於債務 我們要有債務 才開始製造第一桶金 那這些桶金 就慢慢地 又繼續 與債務的形式 又製造多些資金的流動 而這個模式 這個結構之下 萬一我們地球上的人 突然之間說 我不想欠人錢了 把錢還給它 如果我們一做這件事 全地球的貨幣就會即時消失 其實真正的問題 我相信很多人讀經濟 都不了解 不要說一般香港人 一般的人 都不了解 整個經濟的基礎 是一個空殼 所以我經常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都明白 大家平時都照樣做事 照樣吃飯 照樣買衣服 照樣做一般消費的行為 那地球 不要借錢 即是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會有這麼大的災難 我們亦都看到 外面很多時候 有些食指 或者有些公司說倒閉 我們經常都很有趣 突然之間說 什麼都說 金融海嘯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 真正正的原因 就是當所謂經濟好的時候 那些租就拼命地來加 都知道 這樣的加租 其實經濟怎麼變得好 它都遲早會爆 其實很多我們看的問題 背後應該很容易解釋到 但大家都用這個機會 總之你生意做得差 壞了之後 你就說金融海嘯 好了 麥田圈很明顯 背後有很多方面的訊息 在醫療方面 我曾經提及 剛才卡臣都說出來 在量子物理學 我們都看到 其實宇宙的漫物 最終最終是一個頻率 音樂的頻率 最後一個vibration 可以這樣說 其實細胞健康 最後主宰我們都是一個頻率 我們可以叫做生命力 又叫做prana 又好 中國人叫做氣 其實最終最終 整個地球的靈性 都是一個頻率的靈性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這樣去推測 其實將來是真正能夠 醫病的儀器 是一種頻率的儀器 我曾經都說過 三明年代 Royal Rife 已經成功做過 成功將16個美期癌症的病人 南加州醫學院 供應的16個美期癌症病人 三十個美期癌症病人 全部都治好了 但這個科技很快 被白制下來 我現在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將來你會發現 真正的有效的醫療 就是一種頻率的儀器 一種很簡單的頻率儀器 以及醫病的能力 是很驚人的 但是為什麼要說這件事 以及過去幾年來 香港已經出現了一些行動 將我們很多的醫療方面 以美其名保護消費者的安全利益 製造很多法例 慎防被人欺騙 慎防被人欺騙 於是做了一些所謂醫療儀器的註冊 於是將所有的醫療儀器 醫療儀器定義 就是任何的工具 能夠跟隨身體的生理系統功能 就叫做醫療儀器 這個定義可以這樣說 所有的東西 接觸到身體的東西 在某程度上 都是醫療儀器 將醫療儀器分成四大等級 將來所有的醫療儀器都要註冊 當然有些是嚴謹 有些都沒有那麼嚴謹 在表面上 就好像有些很危險的儀器 譬如心臟起薄器 這些儀器當然是最高危的嚴氣 應該就要管制它 所以將來你會看到 我們政府的公務員 就會突然之間有很多事情做 或者可能現在還未夠做 會製造一班的人 又繼續做這些事情 令到我們任何 我們一般的醫療活動 大大受壓抑 我經常都這樣說出來 我們做這件事 我以為的目的 是會令到香港人 在醫療方面 更加有些安全的工具去用 而相應 因為我現在沒有 所以應該會很危險 但我經常這樣問 在外國 很多國家已經有了 你看看 有這些條例的國家 他們的醫療 市民的健康程度 醫療的費用 其實可以這樣說 全盤都比香港更加壞 那就是說 你沒有任何的資料證實 有這些條例的國家 他們的國民的健康狀態 國民的醫療開支 是比香港好的 可以這樣說 全盤都比香港更加壞 那你說那個心臟起薄器 也有問題 那這些心臟起薄器 在哪裡 是未有這些監管的國家 做出來的 那就是說 人家已經有了 所謂的這些條例的監管 做出來的事情 也不是一樣 那麼多問題 阿醫療 我發現 我給你一定心願 你不用那麼擔心 因為 以香港政府這樣的效率 那些官僚 他們這樣的知識 一定會搞得很麻煩 直接管理不了 結果 越管理 你越興旺 你可以很放心 你看到我們最近 那個倉倉 然後通過的 那個食物 那個標籤發明 你看到 是吧 我經常都很強調 地球全地球的人 我們那個 含有基因 基因改造的食物 我們要求 是有標籤的 但偏偏這件事 在香港現時的條例 就成為一種自願式的 就是自動的 你喜歡標籤就標籤 當然鼓勵你做 但它就不會強制式的 反而你的食物裡面 有幾多淡物質 有幾多碳水化合物 有幾多脂肪 有所謂反式脂肪 之而此理 這些營養素 這些營養素 的比例 不同的食物 有不同的比例 有沒有這麼大不了 有沒有人因為 不懂得食物 有這些比例 有幾多而食物 有需要的問題 從來歷史上從來都沒有 但我們反而 做這些條例 我想一下 為什麼香港人 這麼基本的問題 都看不出 立法會的人 所謂都應該不是蠢人 和普通市民都一樣 你不要當 他經常說 三罪清安 你看看 他永遠就是這樣 你看看 沒有這些條例監管 有三罪清安 經常想著 以為條例可以保障到 這個不會有毒 誰知道那些條例 不是這樣寫的 還有我還要說 誰最大的得益 你知不知道 通過這些法例 就是那些聰明 政府化驗所 不好意思 工作太多 要外判給私人 私人 現在金融風暴 原來這些逆市 晚請人 要擴充 因為最近的食物標籤法 問題是三罪清安 我們在我們節目 都曾經說過 還有很多認證公司 HGS 現在有多大擴充 你知道嗎 當然 他們的辦公室 將會接管 在因為金融風暴 倒閉的iBank辦公室 你知不知道 其實這些國家 出現這些問題 三罪清安的國家 其實不是有這些標籤法 其實我也提出 為何整個三罪清安的所要出現 就是因為我有這些標籤法 如果沒有這個標籤法 你食物裡有含多少蛋白質 有什麼所謂呢 但因為我們有這些標籤法 每一個食物公司 都希望我們能夠達標 因為有這樣的標準 所以就因為有這些標籤法 令到這些問題就出現了 這是一個誘因 這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 不過我要重新說 我們今天是講麥田圈 但是是有垃圾的 我們講這個 絕對有垃圾的 歸根究竟是什麼 我們人類意識低 你明白嗎 才被人愚弄 你明白嗎 其實是跟麥田圈講的訊息是很有關連的 我要提醒讀者不要想著我們這樣 你也是 絕對不是 因為麥田圈是想想 最終是什麼 最終是我們這些人類 為何這麼容易被人愚弄 其實我們人類真的很低 我想說回 研究麥田圈內 其實看到的訊息就是 希望所有人都是可以用 主動自己去找真相 因為在他裏面不同的圖案 都是要一些本身的科學家 甚至一些業餘的人 他主動去找了很多很多資料的時候 他才得到一些圖案裏面的訊息的結果 而令到他進步了 所以我也覺得應該 我們大部份的市民 特別在聽著節目的人 我相信都會透過互聯網 或者透過自己的渠道去找一些知識 或者真相 不要只是單方面 相信一些大的傳媒 因為很多時候那些大的傳媒 最後來可能是牽涉到很大的利益 一些最有用 或者很便宜可以解決的方法 不要說是醫療 或者是食物 或者是燃油 或者一些能源上的東西 其實我們本身 你找了很多資料 就發現很多問題 我們已經可以解決了 我講個真人真事笑話給他聽 真人真事笑話給他聽 真人真事笑話給他聽 加拿大太空科技局 他就想到 如果在太空那裏 要寫 因為在無重狀態 寫字便很辛苦 因為這些墨水 墨水筆 你會倒流 便寫不到字 於是千方八 用了很多的工糖 研究了 哇 用什麼 千方八 可以在太空很順利 用筆寫字 但其實答案 解決方法很簡單 用完筆便可以 我記得當時 好像用了一百萬美金 去研究到 你一講我已經想到完筆了 不過這個 我們組過 第一次在倉外走 就介紹了 中華台 弄了一粒粒的完筆 我又看了 中央台 就是當時蘇聯沒有錢 他們突然想通了 用完筆便可以 不用浪費那麼多錢 有時候 我們經歷一些經濟不好 但是中國有些東西 就是窮 窮 變得通 有時候 可能逼到來的時候 我們 找不同的方法 或者想不同的事情 原來很多東西 很簡單 可以解決到 所以有時候 我覺得 危機可能是一個 令到人類進化 或改變的先兆 我聽到卡爾森說 上一次和今次 在我自己的親身經驗裡 無論是宗教也好 你看耶穌也是 如果你看聖經 最好不要看正統那本 看一點都可以 最好看 即是 二十六創年賣的那本 是甚麼 平安福音 是啊 即是 那本 即所有這些 即突然那個 即那個意識提升 那種轉化 是 是很 很瞬間的 嗯 還有 譬如 我自己的經驗 是 你一定要 即自己突然 有一個覺醒 有些資料 你不要給其他東西 一般的 一般的大路東西 去 拉住走 你自己坐下 想想 突然 咦 通了 即是 有這些 突然那種的 那種的 那種的轉化 譬如 好像醫療 咦 為何 為何 為何那些人那麼害怕呢 經常很害怕 很多疾病 其實疾病是甚麼 突然 即我最記得 醫療 對本事 看看 咦 咦 即突然有個 即是覺醒 那樣的 即這樣來到 突然 原來那些東西 其實是 超越了很多 知識上 或者那些人告訴你 或者很多傳媒 即大圍那些東西 原來要反過來走 所以耶穌也說得很對 你們要走閘門 即闊鏡門通常很多人走 要走閘門 即即的意思 你不要跟大圍 這樣 未必是對的 很多時候有個突破性 很多事情是 我剛才也在想 剛才李永康也說 如何能否直接一點 有些訊息 大家都很容易一看 以他們的智慧 他應該可以給一個訊息 即是我們地球人 可能一看 大家都很容易共同 即即的了解到 但偏偏 他就好像不是這樣 他是被我們 要我們去迫我們去想想 有機會可以繼續提升自己 原來近年有一個很特別的蜜田圈 大約在美國新漢報集爾州發生 原來在1974年 在11月的時候 在波多尼哥 曾經有一個訊息 發出去M13星系裏發出去 他當時的目的 就是希望向地球外的生物溝通一些圖形 他叫做阿里斯波信號很相似的資料 當時在波多尼哥 是有一個觀察站 有位站長 他就想放一些訊息 給地外智慧新令的看 他就設計了一個非常複雜的資料庫 大概有73行 每一行就有23個bytes組成的圖案 這是當時74年11月 科學家足足花了3分鐘 才把這圖圖放出去 這圖圖的圖案裏 包括科學家認為 我們地球裏面最重要的資訊 比如我們在地球 在太陽裏面的位置 以及我們人類的獎相 希望這個放出去 以及發出訊息的阿里斯波信號 望遠鏡的示意圖 以及人類的DNA 很有趣 在美國 《新漢報紮爾州》發現的蜜田圈 他看出來的訊息 就好像是當然 《七星年》發出去 M13的星系裏面發出去的訊息 但我們知道 原來那個星系離開地球 是差不多有25000光年 即是說七星年放出去 要25000光年 才去到那個星系 再回來 很開心地地球已經不存在 但是為什麼呢 這個訊息 這個訊號 在短短27年到 就回到地球 很明顯 在這裏面的智慧生命 在中間接收到 我們發的訊息 早些交回地球人看 即是說 在很多方面 其實他都已經是 給了很多的訊息 我們 看我們地球人 能不能夠 像剛才阿金所提及 我們很多時候 遇到一些問題 是需要一個突破性的思維 或者無意之中 領略到的 其實耶穌也有說的 他說什麼 一句是很重要的 即是你們要像小孩 否則不能的見 神的角 即是你可以忍生的 有時候我們實在太多的事 要繁擾 你明白嗎 想得又複雜 我想 卡神你從這個墨田圈裡面 你看到外星人 其實他是不是一個很簡單 很直接 即是不複雜的 你都告訴我們 反而我不是在墨田圈裡面看到的 另一方面 我也很有興趣外星人 我看一些通靈 甚至是一些接觸的個案 他們說到外星人的生活 就是偏向於很近大自然 即是跟著大自然的規律去走 用一些本身已經有的能源 那些能量是如言不絕 過一些很簡薄的生活 還說到他們可能 上班 上班 兩個小時 他們跟著的時間 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們也都給到我們的訊息 就是 他們很希望人類的靈性是一個進化 因為他們以前都曾經好像我們人類 這樣處於一個狀態的level 他們也都經過一個很大的轉變 突然間去了另一個模式 那所有東西都是很共通的 我原來發覺找不同的超自然的資訊 都是發覺原來全部東西是連結的 都是在提到一個訊息就是 人類最重要的意識提升 之後整個世界 無論經濟、醫療、教育、宗教 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而這個轉變是好的 但是之前可能這一兩年 大家可能會經歷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可能在我們這一刻會覺得不好 但是最後我們都是走一個好的方向 好 那很快 今天的節目的時間都夠了 一個小時很快就過了 多謝每位嘉賓 以及我們的主持人 也都多謝聽眾的收聽 歡迎你們在任何時間 登陸香港更好電台的網頁裡面 我們有個節目《重溫》裡面 大家可以免費下載我們所有節目的內容 好了 今時是關系 我是袁大明 今晚你和李永康 和阿金 那就要跟大家說一聲拜拜 也都多謝了 今晚再次和我們分享 關於蜜田圈背後的訊息 我們下星期三 晚上九點十點鐘 再在晚上和大家討論 下星期再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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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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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